果报全网的脑洞态剧终于上线了 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让你讨厌的人消失 按下拍照见的那瞬间 对方就会立马消失在你眼前 当你有了这样的手机 你最想给谁拍照呢 埃姆和莉莉是一对见不得光的情侣 他们看起来很恩爱 实际上各自都有伴侣 莉莉有个富二代丈夫 埃姆则有个交往了好几年的女友 她的女友小恩陪伴了她好几年 可惜埃姆并不领情 自从和莉莉在一起后 她每天都在想着怎么甩掉小恩 只要小恩爱她近一点 她就会想方设法赶走她 小恩乖乖去洗澡 但脚却被一个东西扎流了血 她捡起来一看 发现那是一个女士耳钉 小恩没有这样的耳钉 她就此起了疑心 不过她没有直接去质问埃姆 而是想要找到足够证据再说 她谎称她要出城工作 三天把家里完全留给埃姆 她想要看看埃姆会不会把外面的女人带回来 埃姆是一个作家 她把她从森林走出来的经历写成自传 并一次火遍了大江南北 因为她的这本书 莉莉才会和她认识 明明莉莉的富二代老公有钱又有严 但她偏偏爱上了一无所有的埃姆 可富二代也不是傻子 她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莉莉每次出门都会取下婚戒 只有回来时才会把婚戒给带上 富二代曾经旁敲侧击地敲打过她 甚至还一枪打死了她最爱的马 但就算这样莉莉也没有丝毫收敛 她还是在和埃姆来往 富二代忍无可认 干脆把埃姆叫来和他们见面 埃姆没有拒绝 这让莉莉非常不满 她怕他们的关系会暴露于人前 所以她对埃姆提出了分声 两人又肯到了一起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被家里的监控录了下来 这是小恩藏在家里的 她想要看看埃姆到底在干什么 没想到她居然真的把人带回了家 小恩开门见山 她让埃姆和莉莉分手 这样她一切都可以既往不救 要是埃姆不同意 那她就把这个视频传出去 并且把她写书作假的事告诉媒体 埃姆愤怒无比 她迅速打电话给莉莉 想要和莉莉一起想办法 可刚说了几句话 莉莉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女孩 这女孩递出手机 让莉莉帮她拍一张照片 但莉莉拿起手机时 女孩的脸上竟落下了泪水 还没等莉莉反应过来 她就看到女孩居然凭空消失了 莉莉不敢置信 她赶紧去和埃姆见面 并把这段经历告诉她 埃姆不信手机能让人消失 她当即拿着手机出去找人试验 看到街上躺着个流浪汉 她就对着流浪汉按下了拍照键 这下埃姆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 她不知道流浪汉去哪儿啊 但她知道这个手机能让人瞬间消失 想起小恩威胁她的话 埃姆顿时就有了主意 回家后她就把手机对准小恩 只要按下拍照键 就能让小恩彻底消失 只是看着小恩信任的眼神 她又狠不下这个心 埃姆再次询问小恩能不能好聚好散 听到小恩说不能 她就迅速站起来拿起了手机 泰国自从搭上网飞后 泰剧就高端了不止一个水准 这次天才枪手的女主又出新剧 可她却一级就领了盒饭 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人 而是一部手机 凡是被这个手机拍到的人都会消失 渣男艾姆为了摆脱女友小恩 便用这手机对着她拍了张照片 一秒之后小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艾姆非常满意 她觉得这样她就能和莉莉在一起了 莉莉虽然是有夫之妇 却怀上了艾姆的孩子 她不敢把这事告诉她的富二代老公 只能去找艾姆商量此事 艾姆说她已经解决了小恩 现在该莉莉下定决心了 只要莉莉给富二代拍个照 那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莉莉答应了她 即使出去后他们发现被人跟踪了也丝毫不慌 因为莉莉已经下定了决心 富二代其实什么都知道 但她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莉莉过声 莉莉有些很不下心 可她孕途反应都有了以后 早晚会被富二代知道她怀孕的事 富二代也不是什么擅长 她手里有枪 想要弄死她分分钟的事情 莉莉打算先下手为强 晚上她和富二代一起去马厅 想要在这里解决掉了 谁知富二代竟然买了皮马给她当生日礼物 请不认识吗 莉莉的手逐渐向胯包靠近 她紧盯着富二代的一举一动 如果她想要动手那她就立马拿手机出来拍照 可惜富二代比她想的还要能忍 她居然原谅了莉莉 还让莉莉和她重新开始 莉莉只能告诉她她怀了艾姆的孩子 这下换作任何男人都忍不了了吧 没人知道这一晚发生了什么 之后的日子里艾姆再也联系不到莉莉 她焦头烂额 却在新闻上看到了莉莉失踪的消息 莉莉怀疑是富二代杀害了莉莉 便去富二代的新闻发布会上找她 富二代让艾姆跟她回去一趟 艾姆没有拒绝 她想知道莉莉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富二代家里没有莉莉的身影 她真的像是人间消失了一样 没有留下半点的痕迹 艾姆在一个卧室里找到了她的书 书上还有一段被花掉的文字 她赶紧把书拿走 却不料出去就遇到了富二代 富二代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艾姆带去了农场 那晚她和莉莉就是在这马厩里谈话 富二代直接了当地告诉艾姆 她发现了莉莉和艾姆的事 还知道莉莉怀怀有她的孩子 艾姆震惊又恐慌 看到富二代要摸动拿手机 她顿时就扑上去将它按倒在地 艾姆以为那个手机落在了富二代手里 可把手机拿起来才发现 这不过是一部普通的手机而已 她被富二代狠狠揍了几拳 还差点被富二代给掐死 好在她摸到了一把武器 才终于逃过了一劫 富二代什么都不知道 她甚至都不清楚手机能删除掉活人 既然这样那莉莉去了哪里呢 是被富二代杀了 还是被别人抢走手机 将它给删除了呢 这个手机给谁拍照谁就死 直接变成一张照片 其无法复活的那种 渣男艾姆本来和莉莉约好一起删除掉 各自伴侣 可艾姆把小恩除掉后 莉莉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她去找莉莉的富二代老公要说法 谁知对方竟想要她狗命 艾姆开车扬长离去 她吓得屁滚尿流 再也不敢单独来找富二代了 莉莉失踪后警局那边对此案高度重视 警官发现这些年失踪的不止是莉莉 还有其他一些人 这些人相互间没什么太大联系 失踪后也犹如人间蒸发一般 他们一点线索都没能留在这世上 想要调查起来难度很大 艾姆不会把手机能删除人的事告诉警官 她想要把这事隐瞒一辈子 可回去时小恩的闺蜜竟然堵在她家楼下 闺蜜问艾姆小恩在哪里 她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得知小恩妈妈急续教医药费 良心不安的艾姆便去帮忙交了 但就算这样也无法打消闺蜜的怀疑 不仅仅 我老奥将在哪里 她就告诉她 她就会听到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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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姆依旧睁着眼睛说瞎话 回去后她赶紧拿出 小恩的手机进行查看 上面果然有很多闺蜜的未接来电 她担心闺蜜会报警 便模仿小恩的语气 回复了闺蜜一条信息 为了消除自己的嫌疑 她还谎称小恩和自己分手了 可这话一发出去 闺蜜立即给她发来了视频 艾姆不敢接慌忙 把视频电话给挂了 之后的日子 她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甚至都有逃离 这座城市的想法 可惜还没等她行动 警官就找上了富二代 富二代家里只有她和她的父亲 以及她妹妹和莉莉 这样的家庭不存在什么矛盾 所以莉莉的突然失踪 才显得那么离奇 警官调查了所有房间 这让富二代非常不满 她觉得嫌疑最大的不是她家 而是和莉莉有染的艾姆 警官很快就找来艾姆家 她是来问关于莉莉的事的 但也不忘问问关于小恩的情况 据说小恩有段时间没出现了 可艾姆却说她和小恩分手了 警官不信事情刚好这么巧 她觉得艾姆具有重大嫌疑 可惜她没有证据拿艾姆 没有任何办法 警官只能叫来小恩的闺蜜 试图从她这里了解一些事情 第二天警官又把艾姆叫来警局 这次她不再兜圈子 直接拿出监控录像 艾姆和莉莉曾经多次进出家里 但这期间始终没有小恩的影子 小恩自从回去过一次 就没有再出来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艾姆 请问莉莉莉 请问莉莉 当时警官无法证明 那个女孩有罪 可突然有一天 那个女孩进入了一家超市 就再也没有出来 她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可之前被她害的那些人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官觉得莉莉和小恩 也是这样消失的 可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手段 居然能让一个大活人凭空不见 没有证据她无法抓捕艾姆 只能敲打艾姆 让她收敛一点 警官不会知道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个神奇的手机 但现在那个手机并不在艾姆手里 自从莉莉消失后 手机也跟着她消失了 富二代妹妹最近发布了一条寻人启事 她表面上是要找莉莉 实际上却是要公固莉莉与艾姆的关系 她要让莉莉和艾姆身败名裂 这样才能替她哥哥讨回公道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富二代妹妹悄悄拿出了一个手机 而那个手机正是能一件清楚吊人的那个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